中国最发达的一座城市 如今被笼罩在疫情的不确定中 上海拥有2400万人口的中国金融中心 从3月起至4月11日 已累计报告26400例阳性病例 这是中国过去一年多来最为严重的一轮疫情 其病例数增长之快 影响范围之广 引发全球关注 连日来 上海卫生当局每天都报告了数百例新增确诊 然而官方通报里的另一个数字 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甚至疑惑 除了确诊病例外 上海每天还新增了数千甚至万余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这类病例的数量已占总病例数的95%以上 截至4月11日 上海的无症状感染者已接近20万余例 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同 中国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就从未将无症状感染者纳入确诊病例的数字 这使得中国卫生当局每天报告的官方确诊病例数 远远低于实际检测呈阳性人员的数量 那么中国这样做有何依据 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无症状感染者通常是指那些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在感染期间从未出现症状的人 在澳大利亚 无症状感染者也会纳入各州每日通报的确诊病例当中 从澳大利亚的观点 我们计算是有更多诊状的结果 甚至没有症状 这也跟其他证据的证据 例如世界健康公司的证据 中国当局是这样定义无症状病例的 此次上海疫情中超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让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感到疑惑 我们知道疫情状况是不症状 我们认为更多疫情状况是不症状 因为它有少症状 现在的证据 我认为估计 在一半的证据 一半的证据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depending on the person's age might be asymptomatic 我认为 95% 是症状 所以只有5% 你 distort the data 我认为是在亚州的证据 或者其他证据 在其他证据 但我认为 它给予纳大利亚 专家介绍,无症状病例和尚未出现症状的感染者应该看作两个不同概念 这种概念上的混淆是导致上海路的大量无症状病例的主因之一 尽管无症状感染者不算确诊病例 但中国对这一庞大的群体采取的措施与确诊病例相同 那么一旦我们判定诊断为这个案例是无症状感染者 同样这个人要隔离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 只有经过连续两次的核酸检测阴性才可以解除医学隔离观察 解除一些观察以后还要14天的隔离健康观察 那么无症状感染者占全部确诊病例比例多少 才是正常的呢 专家表示 奥密克戎毒株蔓延前的一些研究数据 仍可以提供参考 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去年年底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 全球范围内 新冠无症状感染者约占确诊感染者人数的40.5% 研究报告显示 无症状感染的综合百分比在北美约为46% 在欧洲为44% 在亚洲则为28% 另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结果显示 全球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约为35.1% Before Omicron around between 20% and 30% of all infections were asymptomatic it's increased why? because many people are fully vaccinated and that means they'll have mild or no symptoms and also Omicron tends to be milder and so we have a lot more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but with no symptoms so I haven't seen a figure but it may be up to 40%